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还不算 还给了一万块钱 年终奖金 今儿了 过年了 孩子们都回来 我就包了一家饭店 可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你还别羡慕 如果这个饭店是你亲弟弟的 你也不用花钱 这人都哪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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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那你看到我就包了呀 这饭店是你开的吗 对 对 干啥 你吃饭呢 饭吃完了 我是来找钱的呀 我钱找错了 差你多少 我给你 十万 十 十 十万 不是 你啥意思 你准备把我饭店排下来呀 我不是排下来 大哥 我是在你这家刚吃过饭 然后我走得及包那点钱丢了嘛 我心真大 丢十万了 我都二百块钱都住院打点地呀 别跟我开玩笑 大哥 你看到我包呢 你坐哪吃的饭 我在这家吃的饭嘛 那你别着急 别着急 来来来来 就放在这儿 不不 咱们现在捋一下捋一下 你那钱装在什么里了 一个黑色的包 那 咱这样一步一步来啊 首先 我这是黑色的包不 对 挂你这儿 干啥 问题解决一半的 咋就解决一半了 我包丁给你了 包里的钱呢 我确实没钱呢 哎呀妈呀 那你跟我包有啥用啊 那帮我找不 你看看真 大兄弟 你呀 别着急 你就放心吧 我咋不着急呢 十万块钱呢 你放心 我们的饭店 顾客拉的东西 绝对丢不了 你别说十万块钱 你就是一百万 一百万能上我们家饭店吃饭啊 我哪有一百万呢 十万块钱 这包是你的不 妈呀 哎呀 哎呀我的天哪 十万块钱就这么容易找到了 哎呀 啥也不说了 必须得表示 对不对 一万块钱 压醉钱 不是 感谢费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你拿回去 你拿着 你拿回去 你拿着 你拿回去 你拿着 如果你再让的话 我就收下来 那我就拿回来 不是 不是 还真的 大哥 我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 不认钱 你小瞧我 知道我是干啥的吗 辽宁产业工人 哦 在我们产业工人的眼里 你别说一万块钱 嗯 不叫钱是吧 那也是钱 哈哈哈 但是我们关键不能要啊 这我知道 就冲你这精神 我必须深深居于工 表达我对辽宁产业工人的敬意 哎 不用客气 你刚才都看到了吧 你那黑包 我是在吧胎后面给你找到的 对对对对 这说明什么啊 说明提前有人给你收起来了 谁啊 我估计是我儿子干的吧 必须给我叫出来 我当面感谢 好 儿子 处理一下 哎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哎 我做着饭呢啊 我先把火洗了啊 不是孩子我还没洗 哎 哎妈你看 这孩子不让我吓他 哎 您怎么来了 我那后头刷着碗子 我把水晶关了啊 快来快来啊 不让 大哥 咋回事 你儿子飞毛腿吗 从这边进咔 就从那边穿出来啊 爸 找啥事 哎呀 我弄明白了 你儿子变魔术的吧 啥事吧 爸变活人吧 你蒙 你蒙吗 彻底蒙了 别说你蒙 谁第一次见的都蒙 咋回事啊 跟我一样 辽宁青年产业工人 哎 不是 我说你你这一下子出来俩是咋回事啊 啊 我儿子是双胞胎 啊 双胞胎 啊 原来是双胞胎 我还以为大便活人呢 你看看 人家把我吓的 那他们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啊 啊 我是哥哥 不是 这我弄明白了就是一对亲 胸胸呗 不是 弟弟呢 真是啊 他俩刚出生的时候吧 我混了 啊 谁也没记住 嗯 然后呢 这哥俩还挺要强 都说自己是哥哥 都称呼对方是弟弟 好好好 我爸说这对 哎 不是弟弟 你那饭做怎么样了 用没有哥帮你 哥早做完了 不用了啊 弟弟 啊 我弟弟 叫谁弟弟呢 臭弟弟 咋这么别扭呢 行了 啊 我说老大 那个和老大呀 哎 这个这位顾客把这包落在咱们饭店里了 你俩谁捡的 他想谢谢你们 谁捡的 哎呦叔 真的不是我捡的 哎 弟弟 是不是你捡的 爸真不是我 是不是我弟弟捡的啊 想一想 那不是老大和老大捡的 那是谁捡的 我估计是我大爷媳妇和大爷媳妇捡的吧 哎 赶紧来媳妇跳出来 好 那个媳妇出来一下 哎 来嘞 哎 来来来来来 哎 哎大来了 哎大来了 哎 哎 哎 大哥 哎 你家节目挺好啊 给我上眼连连看呢 哈哈哈哈 不是那个那个 我儿媳妇也是双胞胎 哎 哎 哎 我看这人这么点熟呢 哎 是啊 嫂子 这个不是刚刚在咱三天吃饭的个人吗 对 对 你好你好 哎 这他俩的称呼也挺特别哈 跟嫂子都叫嫂子哈 这个好蛋在这儿 嗯 都管对方叫嫂子 啊 遣自己年轻 哎 哎 老哥呀 哎 你在家是不是挺费脑子 这四个你能分清楚谁是谁不 分不清啊 嗯 特别的麻烦哪 哎呀 各种办法都用变了 对口令 啊 扎红红绳 完了改头型 完了换衣服 都不好使啊 那你们试一试 直接称呼他们的本名呢 珊珊 哎 露露 在这儿呢 小亮 您说 小羊 咋呀 大兄弟啊 我得谢谢你啊 困扰我们家十年的问题 你一句话就给破解了 哈哈哈 不是我破解了 主要是你智商有点问题 哈哈哈 哎呀 也这么说也可以 哎呀 那个那个孩子 这位顾客宝宝 烂到咱们饭店了 嗯 说啊 完了被你们捡到了呢 这种实惊不昧的精神 爸很感动 不愧是我的好儿媳妇 谁捡的 我也没捡着啊 嫂子 也不是我捡的啊 嫂子 哎 真不是你吗 弟妹 不是 那不对啊 那不是你捡的吗 弟妹 不是啊 那能是谁捡的呢 媳妇 发现我们家的特点呗 发现了 乱 他也乱 发现被发现 我们家人都很诚实 那倒是 那倒是 全家都实惊不昧 啥话也不说了 我必须要给你们鞠躬表达谢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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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万 不可能丢不来 我看看 不可能丢啊 不可能 别抖了大哥 那一万块钱我不说了吗 就当给你的感谢费了呗 是不是 不是 那个啥 我就不当大家回来走了 你给我站住 咋的 你现在走不了了 一万不够分吗 钱在哪丢掉 就得在哪找出来 孩子们过来 不是 跟爸说实话 这钱你们谁动了 爸 我真没动 媳妇你动没动 我没动 媳妇是什么呀的 我们都没碰过这包 你看看他没动过 那谁碰过那包呢 是啊 谁 谁碰过那包呢 大哥 那你说呢 我碰过呀 你给的我 你给的我吗 但是我不可能在里头拿一万块钱呢 对 但是他里边确实少了一万块钱呢 你不是 你就 你就我浑身上下 你就翻 不可能翻出来一万块钱 翻出来一万块钱 我小狗 不是 您刚才说什么 翻出来等着 这小狗 那这是啥呀 大哥 那你就叫两声 让大伙听听 不是 别起哄 别起哄 不是 这真是我的钱呢 爸 现在是你的钱了 这事都能干得出来 爸 我告诉你啊 这媚良心的钱 咱可不能收 不是 不是 这是爸的辛苦钱 我说爸呀 你说我们知道你找的辛苦 你也不能让要人一万块钱吧 就是啊 嫂子 爸 您这样可有点黑啊 不是 这是我的年终奖 对 就当是给你的年终奖了 告诚 你给我站住 爸 兄弟 我跟你说清楚啊 我这一万块钱 不是你那一万块钱 对 现在是你的了 你这人怎么走呢 刚才 刚才咱俩是不是同时进门 不对 你先进来的 你不认 完了 刚才你这包 黑包 我是不是在吧台后边 完了 我找出来 亲手交到你手里 那是没错 你说就这个距离 这说明啥 说明你手快呗 你拿吧 你拿 大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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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我不要 哎 挡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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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孩子们淘气拿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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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救救爷爷 王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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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双包胎啊 王爷爷 王爷爷 大哥 大哥 你家这啥意思啊 四包胎啊 一家俩啊 没 我还没要呢 全是他们家的 全我的 那要他再要 那得多少个呀 上 爷爷问你们话 这位顾客 在咱们饭店丢了一个包 谁捡的 我们 看看 看看诚实 诚实物 爷爷再问你们 这包里少了一万块钱 谁拿的 不知道 怎么呢 平时爷爷怎么教育你们的 诚实守信 实惊不寐 你看 哎呀 看 爸真好 教一套 自己做一套 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老哥 不管咋的 我得谢谢你啊 但是你不能再耽误我功夫了 这节目不能看了 因为啥呢 我得着急送钱呢 这钱其实不是我的 是人家中国移动 建基站的那些施工队的 施分分的工资 人家为了早点 把5G基站建成 过年都不回家呀 你说咱不得赶紧把钱送过去呀 你想5G要是一建成 上网速度快 覆盖面广 价格还有 速度还好 我啥也不出来 干净要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你不能让我背黑锅 我瞧这黄瓜都洗不清了 孩子们 来 找钱 哎呀 哎呀 我说大哥 人家着急呀 你先就不能走 不行 我说爸 你这盒里装了啥 你给我这盒不能动啊 干嘛 什么意思 这手挺快呀 钱拿就拿了吧 还藏盒里了 打开 别动 别动 盒里没有钱 这一万块钱才适合 这一万块钱才适合 你认识了吧 闭嘴 大哥我真不好意思 你看这事弄的 你看 大兄弟 哎哎哎哎 这一万块钱 我还给你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他曾经是我的 大哥 不管大叔 你这个心意 我一定带到 我必须把你这个心意啊 给工人师傅们交代清楚 好不好 那我就走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哥 这咋 整个家谢幕 你干啥呢 啊 我那个什么 那个这顾客啊 在咱饭店丢一万块钱 我做好事呢 给补上来 啊 这一万块钱是人家的啊 我和你是你的呢 我拿的 你拿钱干嘛呀 不是 你拿年底了吗 踢台车 差几万块钱 你还踢台车 差一万 那车多钱呢 正好一万呢 啥车一万呢 变成是三轮车 啊 我这进货嘛 方便点嘛 那这钱 既然就人家的 正好我哥也替我还上了 那我就不着急了 哎哎哎 你别不着急 你不着急 我着急 十二点之前必须还给我 那我 来把那盒给我 别别别别 不是你老不让我看这盒有什么秘密啊 我告诉你啊 只要你爸活着 你们就不能看里边的东西了 这肯定是咱爸的小秘密 来把所砸开 来来来来 别动 关键时候还是我弟弟 我有钥匙 你 老哥 打带啊 藏私方钱了 不是 啥不是啊 你不是为啥不让人看呢 对啊 肯定是私 孩子们 当你们看到信的时候 说明我已经不在了 因为只要我在 我就不能让你们看见这封信 我和你叔叔是两个孤儿 是你爷爷 一个老工人收养了我们 他抚养我们长大 教会了我们生存的本领 更教会了我们诚实做人 今天是1985年的腊月29 我有幸在今天收养的你们 我要把你爷爷给我们的爱 传递给你们 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你们的 也是写给我自己的 我希望在六十岁的时候 自己偷偷打开信看看 我相信到那时候 我们一定会是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爸 这是真的吗 哥 那你为啥把这钥匙给我呀 那时候 我身体不大好 我怕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好让你 把他们抚养长大 当好他们的父亲 爸 谢谢您 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付出真是太多了 你爸为了抚养你们呢 他终身未娶呀 天顺 我爸终身未娶 你哭啥 他不娶 也不让我娶 老哥哥 啥也不说了 就冲你这个境界 我必须要完成一个心愿 一定要在2020年 给你介绍个老太太 老太太 老太太事把她先过去啊 你赶紧给你们弟兄们发工资去吧 我不去了 我一会打电话 把他们都招呼过来 我再出一万块钱 你给我做一顿年夜饭 咱们大家在一起 过一个团圆年 好不好 爸 你把这个穿上 每年过年的时候啊 您都会穿上工作服 今年不立愿 还得穿上 这工作服可有年头了 有年力了 你看 老哥哥 咱这么多奖章呢 叔 这您不知道 这是我父亲啊 得的先进工作奖章 35年 得34枚 必须祝贺 同时还有点遗憾 35年得了34枚 就差一枚啊 一枚都不差 第一年没奖章 给的是锦旗 别动 别动老兄 这么好的家伙 必须拍成短视频 发出去啊 没错 把它传到抖音上去 抖音现在正发红包呢 只要你攒齐了 五张金卡 就能拿到红包 这个红包 在家拿定了 孩子们 操练起来 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多ossa 这些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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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